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魏文胜教授早早来到学校 有一项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研究工作 正在紧张地推进当中 我大概说一下 北达实验室这边有位老师 还有咱们的实验室 这个相关课题组的重要成员 那他们有没有像Fizer一样 1987年 一位来自江苏连云港市的小伙子 在高考后自信地迈进了北大的校门 我最喜欢这个生物化学 是因为当时在高考里面 这个学科方向非常热 但是坦率说 我当时学这个生物化学 其实还是整个过程还是很明白的 因为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 我更喜欢数学跟物理这些很精准的 1993年 魏文胜远赴美国 完成遗传学博士和博士后的学习 2007年 他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回到国内 在北大建立了实验室 办公室 我的新的实验室 其实这个对面的学生宿舍楼 是我当年住过的 就是说我绕着地球一圈以后 我的工作地面又回到了 几乎是原点 随后不久 他开始带领团队 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工作 讲基因编辑肯定要先说基因 基因其实是我们整个生命 或者细胞活动 它底层的密码本 我们所谓的编码 也就是说它已经有一个蓝本了 而基因编辑 就是对生物体细胞内 特定目标基因序列 进行精准修饰改变的过程 基因编辑其实就是主动能干预了 这个其实是更高维度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你是在 一切当于在抢了上帝的饭碗 基因编辑犹如上帝之手 能够在编码生命的最底层密码本上 进行改动 为了使基因编辑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直哪打哪 更加安全准确高效 科学家们先后推出了不同的基因编辑系统 而魏文胜教授带领团队 对基于CRISPR系统的重要衍生技术 进行了深入研究 高端其实是我们实验室 这么多年来一个 在基因编辑方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分支的一个 我们很大的一个投入 生物技术的研究 常常是在一片完全未知的领域 摸黑前行 想要有所成就 并不是单单付出努力就可以 那么所以你当时候选择一个 完全没有人做出来的 这样一个技术方向 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 但是我在前边的 颗粒无收的这个阶段 北大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把我给踢走 这个导致我狗眼残喘 留着下来 对 2014年 魏文胜课题组建立了 高通量基因组编辑筛选平台 可以通过大规模基因敲除 和功能性筛选 快速解码基因功能 除了应用于生命科学的机制研究外 这一技术平台 也能够助力新药靶点的发现 开发出联合用药等 针对肿瘤的创新型靶向疗法 2016年11月 魏文胜获得谭家珍生命科学奖 CRISPR这项技术影响深远 然而目前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使其在临床治疗应用中遭遇瓶颈 例如拖把风险 免疫原性 以及递送效率问题等等 为此 建立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的 新型基因编辑工具 一直是研究者滋滋以求的目标 2018年 魏文胜与团队开始利用CRISPR系统 进行RNA编辑的技术研发 最初的做的话是去量 我的当时的博士生 现在已经是我的博后了 带着他的师弟一宗医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有一天 居然就给我看他的数据 就说我们这个RNA编辑也做出来了 我看了数据以后 我就发现他缺少了一个 很重要的对照实验 就是把这个CRISPR拿掉 就只保留 他的特殊设计的这个Guard RNA 为此 魏文胜要求 他的学生必须不做这一对照实验 做出实验以后 结果拿过来以后 这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 就是我们都没想到 我自己也没想到 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我们发现 当他拿掉这个CRISPR系统 只保留这个Guard RNA的时候 我们依然看到这个绿色影响 也就是表明这RNA编辑发生了 我觉得我们逻辑是对的 这次实验 证明了他们所看到的RNA编辑 并非是由CRISPR系统所带来的 就是这样 他们误打误撞地 发现了一种利用人体内源机制的 新的基因编辑方式 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LIPER的技术 当时这个LIPER技术还有一些 存在一些 应用上的困难 比如说它有些未点的编辑效率低 然后还有它的 在靶向未点的时候 有很多的拖板 面对出现的问题 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对该技术进行了种种优化 然后我们发现 当我们使用这种 环状的RNA的时候 去代替这个ARRA 然后发现这个环状的RNA 是比这个线性的RNA要稳定很多 然后也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成功地提升了这个整体的编辑效率 并通过工程化的优化 然后去降低了它的拖板 2022年2月10日 北京大学卫文胜课题组 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发表了升级版LEAPER 2.0的相关文章 研究表明 LEAPER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避免了递送 以及相关的免疫原性等问题 也显示出该技术 针对包括年多糖助肌症一型 最严重亚型 Hurler综合征 神经系统 以及肝脏肌肉等疾病疗法的 巨大应用前景 另外 作为RNA精准编辑工具 LEAPER不会引起基因组序列改变 在安全性方面具有优势 这双上帝之手 可以更加安全 精准地进行操控 而在这项技术中 利用的环形RNA 也给课题组带来了 更多的思考 2020年初 新冠疫情爆发 随后变异株肆虐 新的变种病毒不断涌现 引起了人们对目前疫苗 和抗体疗法有效性的担忧 因此 对高效 设计灵活 生产速度快的替代疫苗 有很高的需求 今天 魏文胜早早来到实验室 正是与 环形RNA疫苗的研发息息相关 我们就 就是我们发现 Circular RNA的vaccine 它的TH1的T cell response 跟MRI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后面你加一句 就是说 which is belief 就是说对新冠什么什么 是清楚是很好的 剪一个文献就好 你就不要具体气化 刚才这个主题是 是什么呢 这个刚才的就是 环形RNA疫苗 我们的论文 我们在跟这个Cell 在打官司 对我们投到Cell去 然后review 意见 editor 意见 然后再讨论这些东西 环状RNA疫苗 具有热稳定性号 编码抗原表达量高 以及适用性广泛等优点 在新冠疫苗方面的应用转化 可能为未来抗疫防病 带来更多突破性方案 因为我们产生的这个 环形RNA的疫苗 我们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 不只是新冠的 环形RNA疫苗 是所有的疫苗 我们是第一个 把它做出来 报道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 包括北京市政府 他们也是很重视 他们建议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产业化 你来把它做成 一个真正的产品 能够看有没有可能 利用起来 获益生命密网 编辑底层蓝本 基因编辑 为人类疾病治疗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也给了人们 从另一个角度 去认识世界的机会 我有个看法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自己 实验室的 这个课题的成功率 过高了 其实就在于 我们冒的风险不够 2020年12月 卫文胜被评为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走过三十多年 从少年到中年 这个最初没有在生物化学中 找到很多乐趣的小伙子 却通过不懈努力 发展了一系列前沿生物技术 实现了我国在底层基因编辑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 我其实自己感觉越来越回答了我当初 你解题的这种乐趣 但如果你这个好玩 你发现它影响你很大 比如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你这时候你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 你的动力就会更足 人生不可知 不经意间回到原点的它 却也将这本厚厚的生命之书翻开 或浓或淡地留下了自己的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